上个礼拜部分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大概讲了几个,比如106App的这部分,增加了几个比较重要,像那个利用那个ThinRower去做那个布景主题 那ThinRower部分呢,那我前面讲,其实不算太困难,反正就是你先连到那个ThinRower的官网,或者你Google一下了这个关键字,也会连到那个ThinRower的那个官方网站 第一个特别注意就是,要选择正确的那个ThinRower版本,因为不同的版本,如果你选错那个ThinRower版本的话,它会做不出来那个效果 所以第一个要特别注意,那个版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再来可能延伸出去,上个礼拜我们第一次使用那个Visual Studio 那这个Visual Studio,上个礼拜主要的用途,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帮我们把那个原来的一个网站,把它变成APP 那原来我们是用那个Adobe的那个FoneGap网站,不过FoneGap网站,用它的来打包成APP,当然也没有问题,可是会遇到一些站外连结,或者一些 未来可能有一些小地方,奇怪就是会发生一些一些的状况 所以如果说将来,你希望把你最后做完的这个网站,变成一个APP的话,其实Visual Studio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选项 因为第一个它完全等于是免费的版本,第二个它打包,其实很简单,只要把一个网站丢到它的那个Triple Data Roots的目录底下就可以了,再把它执行一下 不过执行特别注意就是说,如果你用Visual Studio来执行,要产生它的APP档,记得就是说你在执行的时候,这个上面 可能执行出去的话,你就只能选择装置或者是Google模拟器,它才会帮你产生对应的APP档 如果你选择下面三个的话,那就会出问题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又延伸讲了有关那个模拟器的安装等等,它模拟器安装 其实你可以用那个,如果上个学期之前有学过那个Android Studio 就是上个学期的同学,那比较清楚 直接用那个Android Studio里面的那个模拟器来用,其实就可以了 那或者是说啦,其实不然的话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干脆你用你的手机直接把它输出 我发现还蛮顺利的,不过前提特别注意就是你要注意就是说你的手机可能驱动程式要灌一下 另外手机里面的那个安全性,有一个是那个位置来源那个选项 可能要把它设定,不然它没办法丢过去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那个好像征错模式要打勾啦 那个征错模式,如果说你要打勾的话 如果你是4.4以后的版本,它那个征错模式它是隐藏功能 那你要把那个征错模式叫出来,有点麻烦 你要可能要到那个,你的那个控制,那个叫什么 你的设定里面去找到你手机里面的版本号码 版本号码里面有个隐藏功能 我之前还以为是不是他在开玩笑,他说在版本号码上面点7次 真的,我本来以为是不是那个说明书是在开玩笑 后来我发现真的把它点了7次,1234567 果真是跳出一个,恭喜你打开了开发人员的选项 然后里面就有征错模式 那这两个记得要把它打开,如果没有那很抱歉,还是 装饰部分还是没办法传送过去 那如果你两个都设定好了,其实我发现还蛮顺的 一传过去,画面上马上看到手机里面你所做的APP 所以基本上用Visual Studio来帮你打包 我觉得这个选项还蛮好的,因为之前我们在学Android Studio的时候 也有讲到这一块,但是这个部分 用Android Studio毕竟真的麻烦很多 然后里面可能还要去见WaveView等等的相关的设定 那在Visual Studio其实就简单多了 OK,所以大概上个礼拜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点 我们大概再做一个重点的回顾 大概就是再把它丢到模拟器里面 不过我发现好像有些同学对模拟器不熟 所以会卡关卡很久 所以我后来,我有在云端上把那个模拟器的相关说明 再把它整理了一下,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相关设定 不怕就这样,因为我们在云端上 后来我本来上礼拜是有放了一个那个SDK的目录 后来我发现那个SDK目录有点问题 我就干脆就直接把我们上个学期这个Android Studio的2.1的版本 里面其实也是一个SDK,用这个好像就比较没问题 所以不如你们如果假如你设定上面发生问题 也需要一个模拟器的话 那你干脆把这个下载下来 那里面有哪一些重点 我们稍微再跟各位说明一下 里面,我在106的那个说明档 106,我们云端白板里面 你可以找到这个云端白板里面的106 App完整,这边有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打开来 里面我有帮各位稍微整理了一下 有关模拟器的相关的设定部分 那你打开这个部分,里面往下卷动 这上个礼拜的东西 其实这个,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复习一下 前面只要我讲过的东西 我都帮各位整理照相 然后里面的程式码怎么做 这个做完,然后再往下卷动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步行主题,上个礼拜做的 那我们的Sign Roller在这里 再往下卷动 再来就是,OK,这里 用Visual Studio输出APK 那步骤这边都有,所以你就照着做 上个礼拜那个106 然后你只要怎么 把你之前在Dreamweaver里面做的东西 把它拖拉到 这个目录里面就可以了 另外,有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看好像LINE上面有同学一直说 他的什么执行出去就一直失败 换了各式各样的模拟器都失败 那可能的原因,有一个 什么呢?我不确定 哪个同学 有一些丢问题 是 是你吗? 不是 OK 好,那他可能就听不到 那我跟他再跟你们讲 不过你们自己知道就好了 特别注意哦 这个书上也没写 官方也没写 那为什么知道? 因为你试了几次之后你就知道了 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哦 位置有没有 这个地方哦 请记得 千万千万注意哦 千万不要放在中文目录里面 因为JQ Mobile 跟中文八字不合 OK 那这个任何书里面都没讲到 可能因为一般习惯 也不会有人用中文目录 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人用中文目录 如果你用中文名称的目录哦 一定会卡 而且绝对就会发生错误 这个已经是 就是 你试不爽 一定就是中文 还有就是说 你不要用一些奇怪的字元 像什么? 像and and 我记得好像之前也会发生 就是说你在目录名称有个and 他也会出错 所以你就用一些 正 就是一般正常的啦 像英文 大小姐没关系 数字也没关系 但是就不要中文 不要特殊字元 像and 米字 或者问号 什么东西 那都不要 这样子 就没问题了 OK 我不确定他的同学 我想应该可能性还蛮大的 只要有 尤其是中文目录 就会发生错误 所以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我之前也遇过 所以我就知道说 可能应该有这问题 然后 只要不要这些问题 你把目录东西拖拉过来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再去执行 就会很顺利的看到 其实看到这个画面 还真的不会花太多时间 其实很短的时间里面 你就可以把一个 JQ Mobile的网站 做出来的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APP 时间并不会太长 而且你的布景主题 如果加上去之后 我是觉得也加分很多 看起来好像你做了很多美工 实际上你根本没做什么 不过还是有点难度 但还要花一点时间 可是如果比起之前用Android Studio 用Java程式写的那样子的APP 来看的话 这个等于是已经领先了很多 光在外面的一些布景 美工上面已经好太多了 因为如果同样的东西 如果你要用Android Studio的Java来开发 或者是iOS里面的AppJose City来开发 那非常的麻烦 可是用这个很快 很快就可以把我们需要的东西做出来 但是像我们现在做的东西 其实如果你要让它再更厉害一点点 可能后面就需要怎么样 来撰写一点程式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都没有写到什么样的程式 那这个所谓的程式是用JavaScript写的 那里面之前那个都是 就是JKMobile里面的那个预设的一些属性 我们只是设定一下 虽然还是有程式嘛 可是基本上都不是我们自己写的 好像我们基本上没写什么东西 顶多是复制贴上改一改而已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会需要动手写一点程式了 这第一个啦 第二个也许就是说 将来可能要再做 比如说互动的话 可能需要做一些表单 表单怎么输入一些东西 让它显示出来啦 或者是说可以再引用像Google Map 或者外部一些Google的一些相关的资源 甚至后面的时间如果来得及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跟那个比如说资料库 或者是一些动态网页做资料的交换 像比如说你的手机的APP 你想要存取的是远端资料库里面的东西的话 那该怎么做呢 其实现在很多手机APP 其实它背后都有个资料库啦 有没有像银行现在很夯啦 它像反正实义住行区的后面都需要有个资料库 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些资料跟远端资料沟通 或者是说跟你手机端 它资料库有分两种 一种是Local端的资料库 就是你手机里面的资料库 一个是远端的资料库 那远端的资料库 当然也许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方案 刚同学有问过 其实也可以用Video Studio里面有ASP.NET 配合像SQL Server Express 不过这难度相对的会比较 我觉得是难的一点 而且主要是因为我考量到我们的系统 电脑记忆体太少了 所以跑会跑得很慢 所以怎么办 要不就是用另外一套 PHP加MySQL 这东西可能会简单一些些 其实我们上上学期 就有讲到这一段 也许后面我们看时间来得及的话 可以把资料库部分也加进来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就可以把它输出 到模拟器之后 就可以怎么样 产生我们的APK 那其中有两个 这两个其实都可以拿来使用 只要你 我习惯是把它寄到我的Gmail信箱 再把它安装起来 当然如果就是方法很多 不然的话你就是用那个USB 传送到你的随身碟 那也可以 就是你的手机里面再做安装 装起来之后 基本上就会看到 类似像上面的画面 APK档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呢 假如你没有发布的话 就是没有发布到 Play商店的话 其实APK档其实就够了 那如果说将来 你在Google Play商店 有一个开发者账号 那你要把你的APK 发布出去的话 那还需要做一个什么 签署的动作 因为现在是Unsign Unsign就是 它现在还没有做一个签署 那如果说你要签署的话 后面还会再讲到 你就把它Sign一下 签署一下 签署一下你的智慧财产权的 相关的宣告 那你就可以把那个APK档 丢到那个Google Play商店 那人家就可以搜寻到 也可以安装到对方的手机了 那从Play商店里面下载的话 其实它的好处 第一个就是位置来源选项 那个部分就不用打勾 因为它从Play商店 就不叫位置来源 就可以直接安装了 那另外的话 当然你至少将来 你在Play商店上面有一个作品 其实有作品 跟没有作品就差很多了 就像你们学了半天 有没有办法在期末的时候 交一个作品出来 这很重要 有跟没有就是不一样 你想说那我会啊 那你证明给我看 现在说真的 大家还是要看眼见为凭 你讲再多不如秀给我看吧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实作真的太重要了 虽然你就找工作好了 找工作最重要 反正你秀给人家看就好了 人家都不会再多说了 马上一拍即合 但是如果你没有作品 说真的 人家还要考虑一下 到底有没有可不可以 然后要不要再审核一下 然后要不要第二阶段再审核 第三阶段再审核 再审核 对的就对了 不对的可能他还是会在思考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play商店的部分 接下来有关那个安装模拟器的部分 比如说像我这边 下个阶段的课程 我们会提到有关像这个相片欣赏 相片欣赏 206的这个APP 里面第一个进来就是 它是Cama People 里面有一些相关的名词解释 相机种类 有这几种 你可以点击进去 可以back 点击进去 可以back 另外的话 要相片欣赏 这边有一个下一页 上一页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上一页下一页 我们后面就要写成动态的 那所谓动态的就是说 它其实下一页的时候呢 看起来好像是下一个page 但实际上 这边是同一个page 我只是按一下这个按钮 让它换里面的图而已 其实是在同一个page 这个是需要撰写程式的 ok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 有点像跟mvc概念有点接近 反正这个是v 然后c的话是control ok m的话就资料 这个资料是哪一张图 我把它替换过 下一张 那除了说可以替换之外 我也可以怎么样 其实可以按这个按钮之外 你也可以用拨的 比如这边的话呢 假如按住不要放 可以拨一下 你会发现 不过因为模拟器 有点卡卡的 可能是因为 远端连线的关系 ok 有没有 可以用拨的哦 所以以后 做好之后 上面有按钮 它也可以按 或者可以用左右拨 对 那做这个效果 其实并不困难 我发现JPayMoba真的让APP写作 变得简单很多 本来要写的很复杂的东西 一下就变很简单 你现在讲的这个是你写的APP 不是下一个 下一个 我们下一个阶段的范例档 等一下要讲的这个范例档 这个是206 我们上个礼拜最后有提到的这个 那这个重点就是今天的那个 我们要把它写成 怎么样把它写成动态的 那程式部分的话 我们等一下会来看 那这个地方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了 实际上我现在执行的是 用Visual Studio 把它执行到哪里 执行到模拟器 所以模拟器就看到了 ok 那有关模拟器的部分 因为上个礼拜好像同学 有的有点问题 所以 这边我大概稍微做个整理 在我云端上面 106 是把它放在106的 这一个云端白板 完成画面里面 第一个特别是 在那个 如果你从我云端上面下载 那个Android 21 21的那个版本的话 里面会有个AVD Manager 跟SDK Manager 那首先你可能要先注意几件事 第一个SDK Manager把它打开 所以这个 把这个点开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那里面特别注意 预设的 我大概预设的就是装了什么 装了大概23的 ok 已经有装了 那怎么知道有没有装 其实在那个模拟器里面 它区分成 两个不同模拟器的版本 最主要的第一个 就是 A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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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And的部分的话 当然有些你会发现 后面如果有打勾的话 表示我已经帮你装了 你不用再装 但是如果你没有装的话 你就记得把它打勾就可以了 那除了这两个阵营的 那个模拟器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差别 就是前面有没有Google API S 有没有发现 特别注意 将来如果你安装 到底有跟没有差在哪里 特别注意 那个模拟器里面 如果你没有Google APIs的版本 里面就不会有Google地图 也不会有Google的 什么Gmail那些东西 那 如果说你将来要执行 Google地图的话 那特别注意 你一定要安装的是Google APIs 它里面才会有Google相关的 那个 就是相关的那个APP出现 OK 那如果不是的话 比如像我们现在 练习的范例 你装哪一个都没关系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X86跟ON有什么差别 特别注意 X86 它的速度 启动速度 至少会是ON的10倍以上 不夸张 真的差很多 所以还是建议你用X86 不过X86的这种模拟器有个限制 就是它一定 你的电脑的CPU 一定要是Intel的 而且一定要是至少是I3 I5 I7 因为它里面会启动一个那个 就是加速的那个功能 如果你没有那个功能 很抱歉不行 所以之前有同学买AMD 你就只能用ON的 大概启动速度 一个可能是10秒钟 一个可能是超过100秒 所以你用ON的 假如说你看奇怪 老师为什么模拟器一直都打不开 一直 其实那是正常 如果你用ON 大概就慢慢等 大概有的时候 甚至有的开个10分钟都不为过 10分钟之后呢 终于看到模拟器了 如果有这情况 你跟各位讲 那是正常 你不要觉得很意外 尤其是你越后面的版本 它越庞大 越庞大的跑越慢 OK那怎么办 第一个你就要用X86的 OK如果你没用X86 你抱歉 这个没办法 OK 因为它有加速器 第二个的话 你要是Intel的CPU 还有即便是你Intel的CPU 你要注意一件事 你要把那个加速的驱动程式要安装 如果没有安装 你装了X86的也会非常非常的慢 所以这里面还蛮多的细节 如果你一个没注意到的话 真的会跑得非常非常 可是这些书 一般的坊间书籍都没有特别讲 那怎么办 你可能要必须要自己去做测试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大概说一下那个SD 再来就是把这边 我这边AVD 我做一个Sample在这里 Create 那我用SDK23 我习惯是用3.2寸的这个QVGA 当然你也可以这个Device 这个地方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以用别的 可以啦 不过如果你用其他的话 他有个缺点 就是说那个画面太大了 有没有像我现在用QVGA 他长的就这么大而已 我比较喜欢小小的啊 如果你用其他的 哇好大一个 简直把画面整个全部占满了 那当然我不太喜欢 所以我的习惯是用3.2寸的QVGA 因为比较小 另外可能相对也跑得会比较快一点点 因为你当然你占的画面越大 那再来就是用什么 用这个Google API的Intel的 有没有 这个X86 而且我是用64位元的 32跟64啊 当然相对的64会 理论上会跑得快 嗯 应该理论上会跑得快一点 不过我没有实际上测试 理论所以我就挑64位元的 因为我自己的作业系统也是64位元的 ok 然后No Skin 所谓的skin就是这旁边有没有一个 有需要的东西啦 如果没有 我就No Skin就好 旁边就不会多一个那个 我的那个skin 那其他的话就按ok 再去执行 跑起来就会看到是这样子 ok 那基本上跑起来 速度上面其实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我这边 我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的SDK 那我执行这个AVD 打开来 其实是执行起来 有没有 这边有一个我刚刚建的 23这个 或者SDK23 那 这边把它关起来 好了 比如说我执行好了 其实理论上大概差不多算起来 大概10秒钟 大概时间 比如说点击它对不对 然后按start 这个时候你把它launch 从launch开始算起来 有没有 你会发现这边会出现跟你讲说 SAX is working 有没有 所以它是用FAST的一个 这个启动模式 所以理论上启动的速度呢 就会像装了Turbo一样 开起来 有没有看到 应该不到10秒钟吧 但是如果不是安装没有正确的话 那就会跑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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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久 可能开很久 如果你做对的话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边还有一个东西 你可能要装 驱动程式 刚刚讲的这个 如果intel的 你要在这里面 找到一个叫xtrax 如果你的CPU是intel的 而且是i3 i5 i7 里面会有intel的驱动程式 这个驱动呢 一定要先装 因为如果你没有装这个 也会跑得非常久 所以细节还蛮多 反正你要跑模拟器 这个地方都要特别注意 那这个部分的模拟器设定 跟前一个阶段 那个Android Studio 全部一模一样 只是说 因为我们用在Visual Studio 它也适用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让各位了解一下 我是放在这个上个礼拜的 那个教学底下 有这些画面 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你只要下载那个 就是Android SDK的这个 我是放在它的SDK里面 这两个档案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另外待会呢 我们再接着来看 就是那个206APP 这个范例题 那待会再来看 里面的话呢 会跟前面比较不一样的是 会增加那个 所谓的 就是那个 动态的这个效果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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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